最近,蘑菇炒鸡蛋这个做法火了 在家做成本不到5块钱 饭店一盘却要48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大朵的蘑菇 用手把蘑菇全部撕成小朵 我们在撕蘑菇的时候也是有技巧的 一定要顺着蘑菇的纹理撕 这样撕出来的蘑菇口感比较好 也不容易松散 还能有效地保护蘑菇的营养成分 这样,它的营养也不容易流失 撕好之后,全部倒入一个大盆盅 再往里面加入小勺的食盐 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 用手充分地抓拌均匀 把食盐搅拌至溶解 加入食用盐,可以有效地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 这样可以把蘑菇洗得更加干净 我们先把蘑菇放在一边浸泡上15分钟 时间到了,我们再次把蘑菇清洗一下 放到流动的清水下给它冲洗干净 清洗干净的蘑菇放入一个大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 往里面打入5-6克的新鲜鸡蛋 把蛋液搅拌均匀了,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把小香葱 改刀切成葱花 小葱可以多准备一些 这样香葱味浓郁,会更加的好吃 准备一小块的猪瘦肉 用刀背拍一拍,这样切肉的时候不划刀 先把猪肉改刀成厚片 然后用刀背给它剁成肉馅 使用刀背来剁线,这样不上案板 不用剁得太碎,有一点颗粒感,口感更好吃 剁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往里面加入一小勺的食用盐 水开之后,把蘑菇放进来进行焯水 加入盐,可以有效的去除蘑菇中的有害物质 这样蘑菇吃起来,会更加的营养健康 我们在烫蘑菇的时候,一定要不停的搅动 让蘑菇受热更加均匀 把蘑菇焯至断香就可以了 焯好之后,捞出控水 然后给它过一下凉水降温 这样蘑菇口感会更加的丰富好吃 把蘑菇晾凉之后,用力攥干里面的水分 放入盘中备用 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以后,把剁好的肉末倒入锅中 把肉炒香炒至变色 炒出里面的水汽 一直把肉炒至微微发焦 然后再把蘑菇倒入锅中 继续翻炒均匀,把蘑菇炒出香味 把蘑菇的水分炒出来 我们在炒蘑菇的时候,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把蘑菇的水分全部炒出来 否则就会影响菜品的口感了 炒好之后,往里面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一小勺鸡粉 一小勺白糖提鲜 继续翻炒均匀 把调料炒至充分的入味 炒干之后,再用铲子把蘑菇整理平整 然后再把搅拌好的蛋液淋在蘑菇上 这时候,我们开中小火慢慢的加热 防止糊锅底 千万不要用大火 大火容易煎糊了 鸡蛋液慢慢凝固的时候 我们再撒入切好的葱花 这样菜品会更香更好吃 等到底部的鸡蛋液凝固以后 我们用铲子划成小块 翻面之后继续煎 煎的时候,请翻动 让蘑菇鸡蛋受热更加均匀 你只把蘑菇鸡蛋煎至像这样子 两面金黄焦香,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盛出装盘,美味既成 蘑菇学会这样做,真的是太好吃了 外焦底嫩,鲜香入味 吃起来口感筋道又好吃 感觉比吃肉还要香 做法也是特别的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了 再见 感谢观看